朝圣路上的预言应验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 当时东方的智者 他们来寻见耶稣 也是把耶稣降生的预言 应验了一部分记录下来 耶稣的降生 不是历史上一件偶发的事情 而是神性血来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他 会和语师 garbag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具体 next comprised 西 complete 和 48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